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条壁画街主要是展出了各种各样衍生的动物 那么为什么这里会画出这么多动物呢 就有报导指出其实发生之前就有出现过很多的衍生动物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壁画的情况是如何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动物 例如有猩猩啊 然后也有长颈鹿 然后还有这里就是熊 那么这一些动物呢 其实在之前也就是巴生还没有开始发展之前呢 也是会有闯进大家的生活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里呢有这么多野生动物的壁画呢 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巴生 其实之前呢也有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动物 那么现在呢 今天的这支视频就会带大家去看看 巴生古老街道的这里是有多少个秘画的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些壁画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去制作 然后上色的主要呢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这里拍照打卡以及拍摄 借此呢带动巴生当地的旅游店 我们下来拍摄 那么我现在身处了这条巴胜壁画街呢 是位于林的印尼亚 也就是小印度的壁画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这些壁画呢 其实是充满了很多印度的气息 还有展现当地的文化背景的